好 回來4月5日的啤梨漫步 今天大家應該有些疲累了 我看到林康正不知道是否滴了目擊 他眼膠還是純粹眼睡呢 因為昨晚大家都可能看過看路比較晚 我昨晚就沒有看了 為甚麼沒有阿仙奴的睡 我就不看了 好 回來為甚麼會播斷日本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請到日本通的藍秀郎 不是第一次上來 是的 第二次 第二次而已 之前應該是鼎契我做節目 因為我不在香港阿正 阿正請南秀郎上來 阿正你為甚麼會認識Paul的 很多年 我知道你很多年了 你為甚麼會認識他呢 即是在D100 CBC HK和之前就有一個台 哦 那時已經是結緣了 應該是人網迷迷 那個年代應該有打招呼 我就想說一下我和藍秀郎如何結緣 原來他一直都有留意我的 即是我不知道是真還是打 他這樣說 是 有聽的 但他就說見到我就不敢跟我打招呼 又是真的 真的嗎 真的 其實我的樣子那麼令人害怕嗎 我的網友都說見到我不敢打招呼 我最初見到你是在人網過度迷迷 那個年代 你們是幾位 當然是 是啊 嘩 見到這樣的樣子 甚麼這樣的樣子 我就是不明白 我又不會殺人 不是 那個項目是我的類似斯文的樣子 哈哈哈哈 其實我也不覺得我真的這樣 不過不要緊 你有氣勢 其實我呢 就和Paul 我也要講一下我和他們的緣分 他緣分就是來自甚麼呢 就是緣分我在未加入網台界的時候 我就聽一個節目叫《恐怖在線》 那時Paul就經常會在那裏做 不定期 都挺阿芬的做嘉賓的 是 ok 那我就經常聽見他當時說鬼谷 不一定是日本 但多數是日本鬼谷 ok 那我呢 就 啊 對他有個印象 只要在人網上 因為他不是女 雖然我知道藍壽朗已經認識了 但是 我就沒有甚麼留意 反正我沒有甚麼印象在人網上見過 因為如果人網上見過你 我當然會 很不怕醜地 喂 阿波 我最喜歡你做節目 可不可以跟我selfie 之類的東西 但我又沒有甚麼印象 ok 七身而過那一隻 那時都忙的 我通常呢 譬如說 九點鐘做live 那我們可能是八點十 就差不多 就是上去就要入studio 那就刷身而過 我也是十點開 我已經變成了七身而過往 對 即是那些事情 或者你看到我們都在外面走過 是 那我上次呢 就沒有做節目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 actually 那我見到呢 咦 為甚麼阿靖又會找了Paul上來做節目呢 那今次上次就跟江少說 於是乎就傳合了我們今晚這一集節目 那當然 以我啤梨的性格 當然是因為 無時不登三寶電 那當然又是賺水的 是 但是不一定的 我覺得 有時有些資訊和大家講 而且不要那麼悶 你現在很多東西不能說 是的 那你記住一下 我們是一個愛國愛黨愛香港的節目 是 我相信你也是一個愛國愛黨愛香港的人 當然 絕對是 好了 好了 近年呢 日本物業呢 其實不是一段新事物 是 很旺盛 我們很多聽到很多不同的渠道說 日本房子的人口老化 很難 resell 那為甚麼還會這麼刺液呢 那我講自己的公司 公司 你的公司呢 不是我公司 是一間公司合作 就是掛名是那間公司的 態度叫營銷總監 OK OK 公司就不是買一般我們 可能民居那種的房子 它最主要是大阪賣大阪的民宿 大阪 大阪 那 那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可能大家不清楚 以為Airbnb就這樣 我家屋租出去 我買家屋就租 其實日本人有法例的規定 是大阪的區域 那它的特色很厲害 是國家戰略特區 戰略特區 就是講的名字 漢字很厲害 實質上其實是說 推起政策 令它商業上是易於去做生意 令它的經濟可以刺激到 那所以呢 大阪就有一個特別的條件 就是它做民宿 當然要符合它的條件 就可以租足365天 其他地方不可以 如果不是這種特區意外的地方 很多區域只能夠租一半 即180多天 365除二 不可以超過一年裏面的一半 我突然有個想插嘴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不要笑我 其實大阪人 有沒有一種想挑戰東京人的心態 當然有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想說 千刀 或者第二首都 他覺得 為什麼東京人做到 大阪人做不到 有這種心態 其實我當然知道 因為馬拉人都有想挑戰 香港人的心態一樣 大陸人 早幾年都挑戰香港人的心態一樣 所以現在這個大阪的Airbnb 可以租足365天 是的 回到最後 它這種物業 它是主要用來租的 不是讓你說 我買完 我博了升借 然後兩年後再賣 因為日本很老實說 它是有資產增加稅的 他們買了預算Long term 來收租 就不是說 我買了兩年 我想扔出去 就不是這樣的 那租金回報就會穩定 還有 很老實說 大家自己去都知道 酒店那個緊張情況 還有 大阪的特殊狀況 我們經常說京都大阪神戶 即是連過了一個地方 譬如我香港人 老外 鬼都來到日本 上去京都 他未必即時在京都住酒店 可能他大阪先到 他住那晚酒店 Airbnb 或者喜歡自己煮的食物 然後再去大阪神戶 所以大阪這一點 就在關西到一個落腳點 變成他酒店的一個 和民宿的租率率就很好 OK 不過我多數住酒店 我下次試 因為我現在聽人說 我有些朋友跟我說 日本民宿的Airbnb 很漂亮 到Fanny 一會兒看照片就明白 因為他的面積會大一點 譬如一般酒店 我香港見朋友住 如果來香港玩 16米 我想整個數百六尺 但是譬如民宿 譬如現在公司在賣的 最小最便宜的 都25米 不,等一下 稍等 OK 稍等你 好 剛才說你說很Fanny 你的意思是說日本人經營的民宿 現在譬如我們這樣說 我可以大阪買一間民宿 我不用我經營的 不用 你們有公司管理的 但是如果我 我打算經營又行不行呢? 自己經營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浪費成本 為什麼你不讓公司經營 他管理所有的事 不是啊 我有時譬如說我退休 我真的這麼說 可以 我退休 我買三四間Airbnb 黏住的 然後我覺得自己是 我覺得自己是名人 正在頭 你馬見太郎 什麼民宿 我民宿充滿著 不知道什麼 你一定是這樣 是可以的 可以 可以 但是剛才說 民宿又要幫人換毛巾 你的屁股這麼狠 我阻礙不了 是 可以的 那當然要給管理費 不是這樣說 而是說 你委託公司去做的時候 是 扣除了所有管理費 行政費 他批回租金給你 你先用那個來當 那個Return 那個Return 頭兩年是guarantee 六厘 就是賣價的六厘 如果現在來說 就 真是很老實這麼說 如果這一刻來說 就不算很吸引 如果你說兩年前 你跟我說這個project 就很吸引 是 因為現在很多利息 公道稅 但是又這樣調算 說 你是不是guarantee 未來三年 你現在經常說明年減息 美國 美國 有時說今年減 就是說這樣說 但是 來 我們俗話說 如果我 口辣 我把他持有三年四年 我真的想賣 是 例如我突然間賺錢 是 那他的增值稅是多少 一半 如果有增值先 五年內 我記得是 我真的要報發的數 我現在25%還是30% 是很高的 五年內 五年內 到時我們再更新 譬如我 我升幣了三成 我賺了一百萬 三百萬 如果可能是有30% 就要九萬元稅 就五年後 現在我們還有下 五年後或六年後 就有另一個數 或十年後就不用 對 我作過數以來 所以他當地的政府 都不予你短來炒賣 你怎樣看大阪的物業 大阪 這樣看 你做了多少年 我2020年 公司開始合作 那你四年入面 那個樓價 你覺得赤價有否認識 赤價是差不多的 因為主要是用來收租的 但是關鍵是在於 經歷疫情 畢竟是2020年 但是疫情完了之後 某個出租率 就一直回報非常好的數字 例如一般的酒店 他做六七十%出租率 就是全年 但是民宿來看 比如公司在做的 是做到85% 其實也有些本身在賣 客人買了 你可以上去那些 Trip.com 搜尋一下他的價格 他正在做那個活躍 那這個變成了一個 有過外的往績 就是之前都是前人買 原來收穩租 是一個理想的回報 OK 如果收到八成半 我不知道 就非常高 那個B&B的出租率 剛才不是說 如果買了 就頭兩年保證6厘 公司其實說 6厘 就難聽說的 就是公司有數的 根本上6厘 頭兩年 guarantee 之後你可以自己管理 其實數額 run了順時 是不止6厘回報的之後 不過頭兩年就保證 但我都要命聽 有些費用 他都會減賣的 扣除了所有的東西 你交給他 他6厘6袋的時候 已經扣除了 包括舉例 撿毛巾 樓下前台 有個人幫你換 我這樣說 譬如100萬澳的物業 當港幣 那我有6厘 即是有6萬元的回報 是 那個LATBOFIT 是 即扣除了 那些KILLIC CAR 是 但是 他洗費 因為我命聽很多東西 那他究竟租多少錢 一萬呢 平均 那一陣子有圖 有些圖看到 他租多少 不同面積 是租不同價格的 那一小的那些 我記憶宗是700多港幣 那225米 就是200多呎 那因為優點就是 200多呎也有700多港幣 那其實他跟酒店差不多 很遠的 但是 為什麼他喜歡Airbnb 譬如舉例 酒店可能是一對夫婦 扔著一個小朋友 一兩個 那你要加床 要成立 但是Airbnb 來計 他 他床上面會彈性一點 還有有些人想自己煮少少東西吃 或者空間大一點 大家都知道 日本酒店放個行李箱 沒有位置酒 那你想像200多呎的實用 那你也做一些 有位置酒 還有攝取多一個人 你也不太覺得他不知道 就他彈性 你打地鋪 攝取多一兩個 脆落到數目就看 OK